黑帮警匪片一直是香港电影的压箱底绝活 英雄本色黑社会无间道三部曲 搬出来都是无法超越的经典 可如果在黑帮后面加个喜剧作为限定 那林超贤的这部反类型黑色喜剧 江湖告急就是代表作之一 谁赞成谁反对 我反对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香港黑帮片的主题是 小人物不择手段往上爬 而到了八九十年代 主题变为政协帮派之间的矛盾冲突 新世纪前后 经济颓废与政治前景的模糊不定 使香港弥漫着末世的情绪 于是对传统进行游戏化解构化的 后现代主义大兴起风 江湖告急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风貌中诞生的 如果你不懂后现代主义 那么想看懂江湖告急 记住两组关键词就好 四次刺杀四个身份 男主角任阴九的第一个身份 是帮派的龙头老大 他性格霸气乖张 这日谈判桌上一言不合将对方痛揍了一顿 很是威风 但这一切不过是任阴九的开场秀 这段内心独白就已然彰显了江湖告急 迥弱于其他黑帮片的特质 传统黑帮片为了保证老大的神秘感与压迫感 绝少进行内心活动的展开 作为一个江湖大佬 美人当然少不了 他与九九相识于一次偶然 此外 任阴九有两名出色的手下 一位是曾经获得过香港足球先生的阿鱼 伸手了得是帮派里最能打的贴身保镖 另一位是帮派智囊石野伟 酷爱蛊惑仔漫画 这一日 当任阴九刚从九九公寓出来 一位叫做叶伟信的见习督察就找上门来 就在任阴九不当回事时 枪声响起 五人狼狈的躲在车下 任阴九打算以江湖告急的名义 召集四大帮会开会 招出幕后黑手 叶伟信的评论戳穿了 煞有介事开会的底层逻辑 不过是在空无一物的内核之外 套一层里头好像有什么的表皮 第一次刺杀 实际暗示着任阴九帮派老大地位的动摇与终结 为了以防万一 任阴九郑重的败过关公穿上防弹衣 会议室内烟雾缭绕气氛严肃 五人中唯有及格一言不发 这下子 旧内鬼大会变成了抗癌心得大会 这里是电影的黑色幽默 越严肃越要被嘲弄 大会结束后 一个名叫罗金虎的年轻人 因见识到任阴九的杂评壮局 特意来换字头 任阴九以忠义为由拒绝了 第二天晚上 当任阴九再次从九九公寓出来时 第二次刺杀又开始了 一群面具杀手 手持短枪 下手凌厉 阿渝不顾自身安危 拼死保护老大 这一次 任阴九能否死里逃生呢 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任阴九绝对想不到 有一天他的生死兄弟 会以这种方式被刺探 有些东西我想说了很久 其实我一直 一直 都爱了 说完后 阿渝与杀手互换一枪 重伤倒地 而任阴九也被最后的杀手抵住脑袋 命悬一线 此处隐喻着任阴九的第二身份 作为兄弟爱慕对象的终结 而影片也在此处 开启了魔幻现实的一面 千军一发之际 杀手却被意外杀死 来人正是任阴九每日尽香的关云长 关二爷的突然下凡 让大伙一时摸不着头脑 就在任阴九打算以暗杀为借口 铲除其他帮派势力时 却被关二爷以义字当头反对 任阴九恼怒 备受打击的关二爷 来到后院 与任阴九的妻子梳花聊天 那问如今世上 还有没有人讲忠义两个字 忠义 说出来就难听 真勾到不勾 拜还拜 虽然日日拜 借任阴九和苏花之口 导演林超贤对黑帮电影的核心价值观 忠义进行了拆解 为什么挑关二爷 除了他是忠义的象征以外 还在暗指任阴九与刘备此大哥 非彼大哥 对如今后现代的世道 很是失望的关二哥抽身离去 这不禁让任阴九开始自我审视 第二天 他一早便去看望了重伤后被抢救过来的阿鱼 我总没有机会跟你 等你伤好办才说 不过 我就打死就不会再跟你一起去算了 随后任阴九又去监狱 看望多年未见的阿卓 阿卓当年也为他出生入死 最终不慎入狱 听着阿卓忠心不改 任阴九 为了不造成混乱 任阴九只能尽力施救 好在最后救护车及时赶来 黑色幽默的反差对比 评速里两人恨不得对方早点步入黄泉 可在节骨眼上却又巴不得对方活着 医院里两人一笑命恩仇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鸡哥的遗孀找到了被任阴九拒绝后 转头到鸡哥门下的罗金虎 一番忽悠下 年轻气生的罗金虎立马上套 将矛头对准了任阴九 当晚第三次刺杀到来 罗金虎先是击伤多个任阴九的下属 接着挥刀冲向任阴九 那一刻任阴九唯一能做的 就是挡在妻子身后 用血肉之躯抵抗利刃 随着两个男人纠缠在一起 另一旁是苏花与罗金虎女友的对峙 好在最后关头 众多小弟及时赶到 任阴九将二人放走 一片狼藉中 任阴九不忘俯身 为苏花捡起一旁掉落的高跟鞋 两人相互搀扶 慢慢离去 第三次刺杀 意味着任阴九第三重身份 竞争对手的眼中钉也就此终结 之所以放走罗金虎 除了不愿再造杀戮外 还因为这一对新生代的江湖人 让他想起了 今日在伦敦街头的刺激 又是苏花 微镇江湖的黑帮老大 竟然是靠买彩票发家 当年走投无路的任阴九来到英国 却恰巧被苏花与当时的男友打劫 任阴九计告一筹 吓跑了男友 他让苏花陪他一顿饭 两人玩吧 丑驴豆不久就在一起了 从此 伦敦街头又多了一对磁雄大盗 苏待二人以为只能居此营生时 任阴九时代运转中了六合彩大奖 传统黑帮电影 总会渲染黑帮老大发家的惊险与刺激 而江湖告急高度省略 且细血化的这部分 作为一个江湖人 任阴九要替香港 转离自己的自投 而苏花可愿意跟随 在任阴九面前 苏花是饥渴的恶物 在一众小弟面前 苏花是高高在上的帮会大嫂 专门替任阴九处理不变之事 可苏花没想到 任阴九也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心里不是滋味的苏花 在落院游泳池泻分 这才有了与关二爷对话的场景 经历罗金谷的刺杀后 任阴九打算尽陪洗手 与苏花也赢过去 当日 两人在当初酒居的公寓前 追忆着光日时光 盘算着应该如何进行误修 而就在不远处 你把狙击枪悄悄瞄准了任阴九的头目 就此 任阴九的第四个身份 苏花的老公宣布终结 江湖告急又名无尽人生 任阴九的一生 其实就是在挑战四种不同身份的舞蹈 而当舞蹈停下 他的人生也将走向近 那么 谁才是杀了任阴九的神兄呢 全天出场人物不多 排除闲杂 有嫌疑的 不过两人而已 施言伟以及九主 先说施言伟 第一 当人应久拜访施言伟时 他发现自己实际并不了解这位德力主持人 原来几个巨大共振虚言 所以看见 胡子里到处都有英文手机 第二 施言伟加重鱼缸里 全是彩色Joker 关键武器就算没那么地下的行为 啊 缸种之物 意味着得到和掌控的欲望 而Joker在亚洲鬼牌中代表大王 施言伟想玩弄什么 当然 是任阴九这个黑帮老大 第三 施言伟家中毕加索的小丑化 小丑的手势是两根手指 比发誓手势三根手指少一根 暗指背叛 第四 施言伟是全篇 除了任阴九之外 唯一有内心独白的角色 第五 除了心腹之外 谁还能知道他在英国呢 其次是Jojo 第一 前两次的暗杀 都是任阴九去Jojo家贪婚后发生的 事出反常必有妖 第二 电影在任阴九回英国前 还有一段叶伟信与Jojo的剧情 BGM诡异 当Jojo找不到车钥匙时 叶伟信像是早就埋伏好了一样 小姐 你在这儿找什么呢 我在这儿车试 里面放在一个袋里的 不是左边还是右边的 不是在左 都不是右 在里边 对应前篇 Jojo与任阴九的相遇 任山啊 请问你平时习惯放在左边还是右边的 小姐你 我左不放右不放 就放你里边 最终 任阴九为了挽回苏花 抛弃了Jojo 而叶伟信如同复刻的话暗示着什么呢 答案就在Jojo的车牌号上 当然 以上不过是小生凭借着电影的诸多细节 开得脑洞而已 我们无法得知真相 实际上 猜测凶手是谁并没有意义 或者说这些似是而非的细节 恰恰正是导演林朝贤所要布下的一阵 他想要的效果 正是让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观众最终发现 真相就是没有真相 电影最大的黑色幽默在于 当任阴九跳着四种身份的舞蹈时 他只是过过场 作为黑帮老大 他不够义气 作为丈夫 他不够忠诚 作为好兄弟的爱慕对象 他不够勇敢 作为竞争对手的眼中钉 他又不够黑心 而当他不跳了 想正经一回时 他就要迎接死亡 这里的悖论是 当你想认真一回时 你却惊讶地发现 原本轻而易举的事 竟然已变成不可能 这也就是小生最初说的 后现代主义精神 通俗说就是 反叛与颠覆一切传统价值观的思潮 任何观点都可以质疑 任何事物也都可视作无意义 而在电影中 这个观点是借由 突发心脏病的老大之口说出的 老老实实 有没有找个人想我 我就肯定没有 等我们出来走这么久 哎呀 做了这么多事 一合编编编编编编 搞谁做的呢 今天是他 明天又可能是第二个 天天的答案都不同 哎 没意思 后现代主义早在六十年代就出现于西方 上世纪的香港作为文化窗口 较早接触到这种反叛与颠覆精神 新爷的大话西游就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魅力 时至今日 当追寻生命的意义都变得没有意义时 要告急的何止是人饮酒的江湖呢